上司好,网路上的同盟大家好 今天我要介绍师尊写的这一本书 叫做《地狱变仙境》 为什么我会选这本书呢 因为这本书利益很大 所读的这本书呢 你可以了解很多东西 因为我们终生都不知道自己有做错事情 所以这个书是来谨议大家 所以我希望不管你是不是真佛中弟子也好 请读下这一本书 今天我会讲解 104页的调摆虫 我在云间探念一命大和尚 他一个人独行走到一座城 这座城人人关门关户 街头很闸 但房子甚多 街道也很多 大和尚走到此处 心中疑惑 此事何处 大和尚一路此城 发觉街有不少人与他一样 同样一条街过一条街 他忍不住问一个人 大家逛来逛去做什么 那个人回答 寻了子 你听那声音 大和尚仔细听 原来每间房子搭船来 你胜蓝鱼 舒服死了 全身都输麻了 上天了 任何人性死成 目不霜 腿发暖 走不出来 大和尚听了 再也忍耐不住 敲其中一幅的门 门开了 里面有两位 很漂亮的女人 一个发出 神尼 哦你终于来了 一个露出很白皙的玉腿 带着眉笑 大和尚欲露 我看了大吃一惊 大和 进去不得 但大和尚已给这影像迷住了 全身不得一进入 门就关上了 在我眼中 此城是 既城 所有的英人 一路此城 是自全城中的房子 全是 既的国 男子一进入 没有出得来的 但一路此城 此城原是 瞧瞧肉虫的世界 也就是肉虫 与肉虫交禅不休 一条接过一条 肉虫互相追训 参眠不失 自修防税 阴间有 基层 而在我眼中 全是幻化 原来是 这桥桥百虫拼命在做方魂的事 继承在一棵大树的树根下 我说 人是 二宁跟焦和所出生 人一出生 必然带着 泥席信 男女搭一样 人能够脱泥信 真是稀奇 人本来就是两种逆虫 精子 即 银子结合所生 我又说 人女终生 皆是佛性所出生 有情终生 皆有佛性 佛性逆性 并如意 人生之中 所谓修行 是任起佛性 本记情境而在的真如 所谓随流 是人生过着 悄悄百虫的生活 自身是虫 而不知智 人问佛 人是什么 佛达 是虫区 够下人的回答 事实上 这也是真的 人缘是虫变的 混身是虫的组合 若不修行 人与虫合一 修行就是把累世的一切习性 全部给化解 自治等绝妙绝 我说 人间与虫等同 人间就是地狱 人是幻 虫是幻 人间是幻 地狱是幻 男人是幻 女人也是幻 一切都是虚幻的游戏 欲出此幻 找谁去 欲出人间 找谁去 快说快说 好 掌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